好各位线上的投资朋友大家晚安 晚上好 今天是3月12号星期六晚上8点50分 大家好周末愉快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要来跟大家分享 战争即将结束了吗 有这个研究的 资料来看的话说4月份有这个机会 那危机在哪里 那商机在哪里 有些人 是因为战争才发财的 好不好所以一个事件一定有好跟坏 所以你要锁定 商机在哪里 那聚焦的 族群 老师跟大家讲的这些主轴 到现在投资朋友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好那金融跟电子股相对不利那资金的流向 往传产去 究竟为什么今天直播节目来跟你做分享一定要锁定谢谢 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晚安好那我们今天的一个直播的节目 大概就会围绕在这些的话题里面 那同时呢老师整理了这个金融 市场目前现在关注的 大概在哪个七个项目 我今天的节目会来快速跟大家讲 好那这一个 部分的话呢大概就是在 乌二战争的部分 好那老师看过很多资料我就帮大家整理重点 我让直播的时间 做缩短 那金融市场目前担忧的是哪七项呢 当然第1个就是乌二战争 时间如果拖长的话 那拖长的话呢那其他的事情就是你现在要去 关注的 比较会影响金融市场的 那老师将来也会帮大家追踪这七项 第1个时间如果拖长的话那西方的制裁的项目 就会接连了一个持续性的增加 就像挤牙膏一样 周五的美股原先是上涨的 结果呢 因为又新的一个制裁出来之后又转向 下跌 好那接下来就是会重视在这个 战争所影响的是什么来能源 价 能源粮食半导体材料关 相关的材料跟气体 好那这个就会有短缺的问题推生了通膨 再来如果普丁失控的话引发 第3次世界大战是大家担心的 再来债券的违约会有个连锁的效应资金断链 好那可能会造成很多股票去杠杆 因为毕竟目前是低利率 很多的企业 包括一些投资一定会有用到融资借贷的部分 所以资金断链就会有这个去杠杆 再来呢 信心不足可能会造成什么 投资需求下滑可能会引发经济的衰退 再来各国央行呈现两难因为经济可能衰退 然后呢又必须要升息 抗通膨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接下来重点 那当然关 重点是在什么 就是乌俄战争的时间 不要拖长 但是有个很好的利基点是什么 就是全球目前的主要经济体 都还在景气扩张的阶段 所以这七项 老师要用一些资料来跟大家 佐证一下我们这些的一个观点 好大家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科技大厂的风险管理部所评估的 好那我们在操作方面不要预设立场 我们就尽量怎样 我们就尽量依照什么 几率高的方向 好那国内的科技大厂都会有这个内部的风险 管理部 就是去做评估 这次战争的事情的发展的情境 好那这个评估的一个看法是什么 有70% 在3月20号基辅 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很有可能会遭到占领 可能遭到占领然后呢就开始谈判了 那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可能会变成什么 长期抗战 那长期抗战的话呢就是我讲到了这个 可能就会有短缺推升通膨的事情 再来有5% 就是 西方国家 加入这个战争然后变成世界大战 所以几率高的部分在70% 那为什么是3月20号 我待会来 跟大家做个分析 所以你看到这个内部报告的一个内容都提到什么 大概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七项 可能通膨啊 或者是债券的一个违约啊 去杠杆啊 股市可能会做这个整理 好那为什么会认为在 3月20号 3月20号之后 俄军可能有可能就会占领 成功 然后呢 双方会进入谈判 然后承认我刚 之前跟大家分析过的 和谈的那四个条件 东部的独立啊 克里米亚可能归于俄国啊 然后撤军 撤军之后西方在陆续的 撤销制裁 原油价格下跌 那全球的股市可能会 反弹 然后再次下跌 那其实现在金融市场已经有这样的味道了 待会我们一样用这个国债的殖利率来跟你做一个分享 所以 这一个科技大厂的风险管理部评估是3月20号 那也大概就在下周了 那下周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联组会也要开会嘛 好所以这些观点来自于哪里你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投资朋友 基辅的粮食 快要耗尽了 就快要耗尽了 所以为什么人家估是3月20号 打仗也要吃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目前 判断上面就是第一个粮食可能不太够了 粮食不太够 那目前 当然持续的拉锯战但是兵力方面 还是俄国的 军事的一个力量是比较强大的 所以大家判断上面就认为3月20号 很有可能就会占领基辅 所以这个我们去观察一下 好所以呢 这个粮食的部分两周内这是3月9号的就上礼拜 所以为什么大家判断大概在3月20号附近 所以这个几率 是有逻辑性的 好投资朋友所以最坏的状况我说制裁会 怎样 有点 挤牙膏的方式 一直在干扰股市 上周这个宣布全面禁止俄罗斯的能源 好那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关于这个经济下重手的一个最最大制裁了 好然后在假日的时间 这个制裁出来之后 油价呢 是利多出境 涨完之后呢 来跌回跌 17%吗 那股市当时大涨 好那这个假日呢 就是有出现了这些新的制裁 欧盟呢第四波的制裁 针对俄罗斯的一个 奢侈品 禁止出口 再来就是周五的一个盘中 就是美股为什么会 有涨转成下跌 就是 这个美国取消最优惠国的待遇 就是一些关税的部分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又让股市的一个 呈现拉回 好所以呢我跟大家讲那七项一个是债券的违约那也在下礼拜 就是3月16号可能会有债券的到期 那有一个月的宽限期 那美俄罗斯政府外债负担金额大概400亿美金其实不是很多 那如果你加上俄国的企业欠国际银行的钱大概 有1200亿美元 所以呢这主要会在影响什么 金融类股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标题要告诉你金融跟电子股不利 我不是现在还讲 我在两个礼拜前就跟大家讲了 所以如果照这个逻辑之下 景气又是复苏的状况之下 又是扩张的阶段 好那不利的股票 当然钱就不太会进去 就会观望 那行情只问人家钱我想要投去哪里 投入接下有商机的族群 好嘛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些的一个观点 主要会影响金融股 受险业大概要 减损吗这个我讲过了吗 要任列在2月份吗所以是不是主要影响金融股 好那俄罗斯的这个 资产大跳水 而且俄罗斯是这个 共产国家 所以呢有这个网友说老师为什么 你说这个 俄罗斯可以禁止外资 卖 股票然后直接把股市关掉 不能交易 因为他们是共产国家 好不好 所以中东政府的主权基金 持有很多的一个俄罗斯的股票 跟债券 所以呢 钱卡住了就必须要卖其他的国家的股市 所以目前这个就是我讲的 正在去杠杆的这个阶段 好所以资产减数 就会有这个挖东墙补西墙的情形 大家知道这个贝莱德吗 很多人很喜欢买他的基金 尤其在矿业的基金 对不对贝莱德矿业 那贝莱德矿业有5000亿的资产 可能会变成什么 只剩300亿 就是卡在 俄罗斯 所以之前有网友问说 老师是不是要去买卢布啊 是不是要趁机去抄这个 所以我说 他们是共产国家 加上被这么严厉的制裁 我个人认为是不要去赌了 好所以投资表 这个部分就是要告诉你 现在股市震荡 会继续震荡 一定有他的原因 金融的 市场是这样 然后电子类股有些不利的因素 好所以呢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个 俄罗斯乌克兰主要影响的一个 原物料在哪里 这是在2月20号讲过的 奶气嘛 对不对 包括什么 他是这个 粮食主要出口的国家 乌俄都是 还有呢就是原油天然气的 所以这是凯基证券所整理的 俄国主要出口的内容 天然气17% 原油11% 占全球的 比重 然后呢小麦 靶金 薄金 跟镍 镍价 然后呢 消费的部分是 比重比较小的 所以对于我们 台湾来讲的话影响层面没有这么大 那现在为什么电子股 我说稍微比较不利的原因 跟这个实际稍微有点关系 半导体产 获利是不错 但是呢乌克兰有 产这个 奶气 占了全球大概7%左右 那这边摩根斯坦利有预估台湾的奶气大概库存有 半年左右 所以这不能脱长 脱长一定稍微会有点影响 所以预期心理 这就是告诉你 电子股会比较压抑 那金融股会比较压抑的原因 我刚刚也告诉你了 就是可能 股债方面 去杠杆方面 有些减产资产的减损 要认劣 所以这是我在两个礼拜前告诉你 钱会往 传产的一个原因 好所以呢这个 乌克兰两家生产奶气的供应商 占了70% 这两家就占了45% 那整个国家是大概占全球的7% 就是这个奶气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电子股会比较整理跟压抑 包括这个 这是奶气的事情 就是 影响电子股 缺料 如果我真的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就会有缺料的问题 因为做不出来嘛 好所以观众朋友 这里呢 跟这个 把财的部分 有影响了在什么 像感测元件 这里 还有说到什么 被动元件的 就是MLCC的 电 电极的主要材料 所以例如像国具的部分 这个就会有这个 所谓的一个缺料的影响 好所以呢如果当被动元件 缺的话 那电子股 其他的部分就是继续干扰到 缺料的问题 好所以观众朋友这就是我告诉你的金融跟电子股 一定会稍微做休息跟整理 那这个也是告诉你意味着什么 大盘的行情不会太好 好这都是有逻辑性的 所以你继续听下去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 战争的事情 其实我认为 有这个和谈的机会 那如果再拖下去可能整到 被占领了 那还是有可能会走向和谈 因为这个俄罗斯已经讲到他没有 想要去占领 整个乌克兰 因为人民是对 俄罗斯很反感的 那老师自己的判断是将来的 乌克兰可能会分成东西两部 东西两部 好所以呢 就看这个事情怎么发展 好那我评估是有这个和谈的机会 好那是到被占领之后才和谈呢 还是最近要继续的谈 有这个曙光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 在周五的这个普丁 美股开盘的时候他就有传出 谈判部分朝向正面的转变 所以因为这个消息呢 美股周五是 盘中是有往上涨的 包花台子期的夜盘也涨了100多点 那最后因为美国要去做那个又出了一个新的制裁又往下杀了 好所以这消息面我们没有办法去 怎么样 跟大家很准确的讲因为大家可能也觉得最近行情很难做一天涨 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 但是个股你会发现到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那七项里面如果真的要打到 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自己评估几率不大 评估几率是不大 因为有和谈的机会 然后呢 普丁这么讲 当然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常常 一下说撤军又开始打了嘛 对 但是拜登是不想打 不想要 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评估上面就是看到时候 一定是走向和谈 那到底是什么时机 下礼拜我们可以观察 因为粮食就真的快没了 我指这个乌克兰的部分 然后呢 国内反弹普丁的力道也很大 麦当劳要撤出俄罗斯嘛 所以 俄罗斯的人民的开始去囤这个汉堡 好那也跟大家讲一下你看 日本也传出3月18 要进晶片 到俄罗斯 台湾也进了嘛 对不对 UNIQLO 原本是怎样 说还会继续在俄国的业务 然后最后呢 又突然转弯 说不要了 所以 大多数的这些厂商 你看连麦当劳啊 穿的 衣服啊 筷子上都要撤出俄国 那你想想看俄国人民 俄罗斯的人民 一定是会很反感 很反弹的 所以普丁也是 有很大压力 所以我们判断就是可能在最近 好最近很快的部分 可能有可能就会有个结果是要走向和谈了 还是占领之后 就 慢慢就是事情就落幕了 好所以呢 你要去避开受害的产业 老师跟大家讲这里 很多事情如果慢慢不确定解除之后呢 像这个 Nike IKEA 关 关闭的这个门市 好那有些说要收 收成国有化吗 就是会有些影响的 那影响的你避开就可以了 好那内部也其实有遇到一些反弹 我讲的 俄罗斯的首富 提到 不要不要去把这些的外商 把它国有化 这样怎样 会倒退100年 因为没有外国的公司敢去投资俄罗斯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 国内内部的反弹很大 好那拜登又不是很想打 好所以我判断也不至于首相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那就看什么时间点结束 那时间点越快结束 老师讲了这七项 好很多的一个 因素就会慢慢的下降 好就像通膨的事情 或者是这个 制裁的事情 那违约很有可能违约 很有可能违约 好那在经济衰退这些不要脱太长 应该不至于发生 因为现在 唯一的利器点就是什么 就是景气还在扩张 好所以跟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要先知道我讲的那七项 然后逻辑是什么 告诉你一个方向 所以呢国内有些反弹的声浪 所以我自己评估 我自己的判断评估 因为我不是战士专家 军事专家 但是从一些事情的 旁敲侧席去推敲的话 我认为普丁现在压力很大 所以他才会在周五抛出了 有往正面发展的 给自己台阶下 所以这部分我们下礼拜可以去做点观察 好那当然就是事情就会回到通膨这个事情 叶伦已经讲了这个冲突拉长的话 会影响到通膨吗 过去他讲到只要疫情获得控制 美联储一些适当措施 通膨有机会降到2 左右 那通这个疫情的部分 我想大家 现在也都知道了 现在没有人在跟你谈疫情的 对不对数字我也跟你更新过了 就是下降了 所以呢大家担心通膨的事情 包括这个欧洲央行都已经有稍微 摇摆的立场 很有可能在第3季就要结束购债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关键转折 就是在乌俄战争 是否脱长 如果原物料持续维持在高档的话 那当然后面就一定是会有这个调整跟整理 那尤其金融类股跟电子类股是这个状况的话 那你的操作方面就是要很小心 所以维持老师跟你讲的震荡盘策略 资金 五成左右 现股操作不要用融资 所以大家都在担心的就是 人员的事情 那欧盟这边呢 也开始要学台湾了 就是做什么 动涨电价 所以有在做这些压抑的措施 联准会在下礼拜就确定要 升息的 那目前资料是升息一码几率高 这是我之前帮大家整理的 3月17号 在下礼拜 所以重要的事情都在下礼拜 好那我讲经济的 扩张 在复苏阶段 不是我乱讲的 把我这么讲 美国的经济需求强劲 包括俄罗斯跟美国之间 本来怎么样 就没有太多的 贸易的往来 金融的往来也都没有 所以影响 很 影响美国有限 但是很有可能是影响欧洲之后 间接影响美国 直接影响是 还好的 所以美国股票市场也没有像欧洲股市一样 别那么惨 所以3月份下礼拜 确定会升息 升一码几率高 就在 台湾时间的晚上 就是我们周四开盘的那个凌晨2点 大家就会知道了 所以在下周三之前的操作一定是什么 上下量缩震荡的行情 副主席也讲 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成长动人 那我们跟美国直接相关嘛 然后老师也提出一些资料告诉你 确实在扩张 500大企业 资金 这个投资是持续性的增加 看好什么 疫情之后的景气复苏嘛 库存在低档嘛 比金融海啸还低嘛 没有过高库存的累积 那如果稍微经济趋缓影响也比就不至于那么大 如果过高的库存累积的话 那这个 衰退的话 那影响就大一点 好 所以零售销售数据也不错 非农就业数据也还不错 这是我拿出证据告诉你 美国景气正在扩张 所以在扩张阶段我跟大家讲 这个 是老师告诉大家的 股市最后还是跟景气方向是 比较高度相关的 所以在复苏阶段 从去年10月告诉你 要缩减QE 这就是在走复苏嘛 然后到现在大家会担心什么升息 升息就是在 复苏景气繁荣 在往上扩张的时候才会走这个升息 所以在这个状况我都 常常常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好就是你不要看一个技术面就要去空回档 你要知道景气的方向 如果跟我们高度相关的美国 目前是这样的话 那台湾其实也是 那这篇报道跟老师长期跟你讲的观念是一样 法人机构也是这么看 只要没有衰退来 投资票就不是说你要去卖出 或是去放空的时机 那如果你认为乌二将来的发展是会不好的 你很看坏后市 那没有关系你把股票出清观望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讲的是一个方向 操作一定是要有根据的 透过前面的那些的 依据告诉大家 战争通常是影响短期的 好那景气如果还在复苏的阶段 除非那个拖场了 通膨啊 衰退那些的一个因子 慢慢出现的时候 那你就开始要怎么样 继续的减码 现在我看法就是震荡嘛 你用五成资金嘛 那看你做什么族群嘛 所以你可以待会看一下我们跟大家讲的哪些族群 所以你看到高盛提到美国GDP 稍微下修 还是成长2.9 然后呢有35%的几率 陷入衰退 所以这是要告诉你景气还在扩张阶段的证据 好 INF要调降全球的成长预测 他认为现在成球 能在什么正向的成长 就是我讲的还在扩张阶段啊 好所以预料今年的景气 他会稍微下修 但是目前之前的预估是大概4.4左右 没错吧 老师讲的那7点里面是不是告诉你 利基点就是景气在扩张嘛 所以老师在上礼拜二 告诉大家 我们要操作 我们就要往什么 几率高的方向 不要去拆 那几率高的方向是告诉你什么 最后可能会和谈 走向侧兵大概50%左右 好那今年的一个景气因为是扩张成长了 所以如果是走这个模式的话 那股市会在快速性的反弹 甚至往上去挑战新高 那后面这两个就是我讲的比较不好的状况 冲突加剧 或者是持久战 所以我在上周二跟大家讲 我们的看法会比较偏向走 这一个 好所以这7项老师跟你讲完了 这些就是目前金融市场 比较在意的 比较担忧的 那利基点就是我告诉你的 经济还在扩张的阶段 那只是稍微下修 那你就是谨慎一点 就是告诉你资金不要用满 就是这种操作策略 好所以呢台湾的经济景气也是一样 从之前的4.15 上修到4.42 那因为通膨的关系 最近的一个 经济的报告有说稍微要 下修一点点 可能又回到市附近 好所以观众朋友那股市跌就是在反映这个 那很多东西来跟你佐证 台湾的经济景气就是在走扩张阶段 不管是我们PMI新增订单 生产指数 出口 020红 这一个月的数字 包括下个月的数字 下个月还会继续的 成长 这个月是大概是在374亿 下个月有机会来到412亿 所以就是告诉你台湾为什么强 我们的景气还比美国还要好 我们通膨还稍微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观众朋友那这个就是台湾的一个优势的地方 那重点是你的选股了 再来就是估值偏低 老师已经讲一段时间了 这是在2月底告诉你的 目前上市柜的获利是这个数字 好那换算本益比大概在14倍左右 这是所有的投信高层告诉你的 过去5年平均16倍 过去10年17倍 那目前在14倍 而且最近已经都跌下来了 比这个时候还更低了 相对就是他的一个估值偏低 那经济成长又估值偏低 所以你才会看到台股为什么比较抗跌 好所以这些的一个因素你要知道之后呢 那在我们再来讲技术面 好 只要前面的那些利基点 你知道 现在还在扩张阶段的话 好那操作部分 就看技术面 你要知道紧细扩张你就尽量怎样 还是找支撑点 持稳的机会去偏多操作 然后很多的干扰因素 告诉我们不要压好压满 因为战争没办法预测嘛 会不会拖长我们也没办法预测嘛 按照逻辑只是告诉我们 认为 结束的机率很高 好所以你看到技术面来 1月20号告诉你跌破这两年的上升趋势 我认为他会走整理 所以跌破之后这里往下跌 所以1月22号那个周六要封关前的那个周六 我告诉你跌幅满足了 封关前我说你没有卖了不要卖了 对不对 好所以呢 在2月5号这个地方 开红盘之前 我告诉大家我的看法会走 箱形整理 就是这个箱形区间会走整理 这里告诉你不要卖 盘上来 我跟大家讲 该解码的时候我有提醒你 就在这里 开红盘之后的第3天 2月9号 我的节目 直接告诉你 要做 这个高出解码的机会 就在这根长红棒的地方 周三晚上美股是大涨的 隔天周四你有机会卖 好那周四周五的标普 美国股票市场在这里开始往下跌 往下跌 我说他跌破了月线 扣底要往下扣他会有铸跌的力道 所以他有往下撤 后来因为发生了战争 我说恐惧阶段 我看法是还是在箱形区间的整理 就这里 所以他也确实守住了这个箱形的下缘 到2月底 都还是验证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最新的报价走势 最新的报价走势 在周五的美股呢 我们比较重要还是看标普500 标普500 周五盘中一度是来到了月线这个地方 来到了这周本周收盘高点的地方 原先应该是这礼拜看法上应该是能够稳住的 结果美国又公布要新的制裁 那就往下跌 目前在这个支撑附近 好那你看到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 他就比较弱 站回去之后又稍微跌破 目前是最近的一个收盘 相对低的地方 好那你看台子期的夜盘这里 电子期跌的幅度也比较大 所以是不是老师告诉你的 电子股比较不利 那电子股不利 那当然台湾的股票的指数看起来也不会太好 所以指数震荡整理你是心里要而底的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讲的传产类股 跟台股市几乎是 电子股市两个世界 那很多人在这里要鼓吹你要去买电子股 老师的文章都有写 那都是依照投资人的喜好 因为大家都喜欢做电子股 但我两个礼拜前跟大家提醒 我认为第二季就不适合做电子股 我们没有说电子股都不好 投资朋友 我是告诉你他相对不利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老师给大家国际盘的一个结论 标普目前跌9%了 那以过去的统计的经验 这是美银的分析师讲的 过去他们的统计资料 如果遇到 地缘政治事件 的影响 大概股市回档修正 7%到8%左右 那我说重要是标普吗 美国500大企业 那目前跌9%了 所以判断上面呢 认为什么 已经稍微反映 战争的事情 那如果脱长就是会影响到经济的事情 所以下面这位分析师讲的东西当然好像是 模拟两可 他说目前 就是因为 乌克兰如果能够 迎来曙光的话 市场有机会反弹 如果恶化的话 震荡加剧的大跌 这个就是 有分析跟没分析一样 没有错啦 关键点就在乌克兰 这个事情好 股市会涨 不好当然会跌 这是废话 对不对 那老师给你我的结论 老师的结论是下星期四 下星期四开盘就是美联储的会议 老师认为 会议之前 123 加上台词期要结算 我的判断是应该会走 震荡压缩 震荡压缩 会议之后 我自己判断 我觉得容易大涨 但是大涨不是跟你讲回声 因为我目前乌二的事情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判断 我没办法判断 所以钱不要用 但是景气的方向是往上的 那我认为和谈 跟战争结束的几率很大 那从统计学也告诉你 目前也大概反映过去 发生地缘政治战争的影响 大概也都是跌7%到8%左右 所以呢 联准会的这个事情解除之后 我判断反而容易涨 涨上去投资票 那你现在要布局什么股票 上去你要卖出 一些不太对的电子股 要做减码 好不好 我的看法都是一样的 还是在于 各股的选择 跟族群的挑选 所以针对国际盘 我看法是这样 还有也告诉你 到现在来看的话 恐惧贪婪指数 目前降到 14 这最新的资料 14 这里是 2020年的这个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当时降到这里 大概在 靠近10以下了 好那你看到现在在14这附近 大概在这里 所以后面即便有再往下跌 投资票 后面即便有再往下跌 就是在很恐慌的地方了 那这里你要去杀低 要去追空 我觉得不太适合 但是弹上来要减码 好那在这种恐慌杀低的时候 那你要找有商机的方向 我今天节目也会跟你讲哪些是有商机的 好不好 所以你前面听完你要知道我告诉你的 金融股会受影响 他会压抑一阵子 钱就不会进去金融股 好那电子股有通膨的影响 又有缺料的影响 又有缺这些关键的气体 材料的影响 那电子股可能也就不会这么好做 那你想想看 那景气又在复苏的阶段 在这里 恐惧的时候 联准会要开会的时候 不确定解除之后会涨什么股票 那才是你现在该买的股票 所以如果你有不太对的股票 或者是你现在手边有空闲的钱 你应该要趁着有涨 你要赶快把什么 我刚刚讲的那些不太对的 换到有机会 延续一段时间的 有机会走出商机的 商机在哪里 我待会跟你讲 好吗 而且你要知道 其他的国家目前还在宽松阶段 欧洲 那他后面会不会结束 这个QE 升息 还不确定 事情如果快快结束的话 那可能还是保持这样的 好那日本就不用讲了 继续的无限QE 好那对岸也是一样 继续的降损跟放钱 好所以我跟大家讲 资金面 资金面 目前是这个状况 还是在低利率的环境 还在这个有些放钱的阶段 OK投资朋友 所以你只要知道这个状况之后 然后景气又是向上的 那股价就是这个脚印 你要选择 好的狗狗 你要找好的公司 产业趋势股 总体经济就是主人走的方向 那这个脚印就是股价会随着情绪波动 那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在悲观的地方 这里悲观的地方 好不好投资朋友 所以这里 建议投资朋友 不要去追空 放空 第一季真的要强势回补 比较不利 那你空期货我没有意见 看你自己怎么做 你很厉害的话 你都自己期货怎么做 但是我跟大家讲 景气复苏 景气是复苏 我在2月5号开轰盘的时候 就告诉你 今年是震荡剧烈的一年 你已经感受到了 那我也告诉你 今年会重视的就是做交易 要会买会卖 我也示范给你看了 对吧 这个是我先讲在前面的 那你今年要 要注意什么 涨价能力的 趋势成长要有价值 今年又重视什么 殖利率价值 所以观众朋友那你想想看 这是在周二节目 这个地方的形态 是我2月5号告诉你 我的判断是他会在这个 区间里面走一段时间 好那来到下园这个地方 我认为也是会守 那 制裁的事情 还有破 破的时候我有带会员做应变 我也告诉你 但是我跟大家讲 收线要等到收盘确认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收盘确认你可以看到他还是有守在这个箱形下园 那下礼拜比如偏震荡很有可能会短破 或者是有些什么事件出来他还是有很有可能会短破 那破下去老师的看法认为台股他还是可能在这个箱形里面 因为景气是往上的 所以这里破的话很有可能来这里 很有可能来这里 那这里就跟大家讲 你就不要用满资金 还有你 留什么股票很重要 再来就跟筹码面有些因素 我待会来跟你补充 这个是在周四的节目跟你讲的 对不对 我说下礼拜要结算了 选择权他突然 转正 来到1.15 对不对 周四 全部预约来到1.16 然后特定法人的部位 翻成进多单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最新的资料 因为下礼拜三要结算了嘛 那我的判断是下周三前应该还是这个震荡 周五的下跌 这变化很快吧 马上从1.15降到 1以下 所以这个震荡你可以 是可以预期的 那全部月还在维持在1 那我们看下个月的合约 下个月的合约在1这附近 已经稍微勾上来了 在1这附近 然后你可以特别看一下就是 期货的部位 上礼拜五 虽然是下跌的 但是呢 法人的操作 大户的操作 他们是已经把部位呢 换到远越的多单去了 目前 特定法人跟前五大交易人都已经翻成进多单了 所以老师的看法就是认为 法人的看法跟老师的看法就是告诉你 这里估值偏低 他其实有点不太想跌 他也不太想去追空 所以呢 这里的部位 避险的部位已经翻成进多单 所以下周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观察 我认为这个低点 应该是不太会破了 那就是在那边走 震荡阻底 星期三之后联准会的这个一解除 那如果战争的事情在下礼拜也有传出正面的话 那这边可能就是最近的整理的低点 整理的低点 那很有可能怎么样 就会继续在这个形态里面 往上来挑战这个相形的上缘 所以投资本在这里的操作就很关键了 不要去乱赌 你要买对股票 上去才要买到会涨的股票 那电子金融的因素我都告诉你了 为什么第一季不建议放空 我其实也讲了 三四月是股东会强势回补 这里很多股票没有卷可以空 再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融资 其实它不太下去了 这里 维持率已经稍微回来160 周五上市是融资是增加 但是贵买你可以看得到 贵买这里的融资水位呢 已经是跟过年前这个地方是差不多的 比它还要更低 贵买这段时间融资几乎没什么增加 最近到这里它其实也不太跌了 所以会有个股表现 而且贵买会比较强 好所以刚刚从筹码的角度 我就跟大家讲 下周三 只要这个期货结算之后 如果法人的筹码还是这样的话 那战争的事情也是开始慢慢顿化的话 那我认为这三天 你要把握机会 把不太对的股票换到 有机会将来涨的股票 那我都已经跟你明白讲了 就是传产股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继续看 这个战争呢 慢慢改变了一些 将来的一些事情 战争后世界的改变 目前全球化已经是慢慢走倒退了 开始走贸易保护了 未来国家企业可能不再寻求跟对手 你的对手 你的假想敌 有什么经贸的往来 那可能专注在跟 志同道合的伙伴维持关系 所以这是告诉你 欧美可能一个区块 中国跟俄罗斯可能一个区块 对不对 那再来我们这些日本啊 韩国啊 台湾啊 其他的部分 就看是 靠向哪一边 所以接下来的部分 战争后世界的改变就这样子 乌克兰战争打破现状 欧盟现在要 投入一些资金 增加什么武力 军备 要减少对于 俄罗斯的污赖 所以商机在哪里 军工类股你可以想想看 欧盟要这样对不对 然后你看 波兰也通过法案要增加军费的兵力 台湾最近不是有最硬的叫招出来了吗 这个 澳洲要扩军 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 每个国家都这样 所以军工 也会变是变成将来的一个趋势 老师先跟你做预告 所以你要 一个世界你要去判断 商机在哪里 来要降低俄罗斯的依赖 欧盟要说2030年要停止跟俄罗斯 买这个 就是要归零的意思 化石材料 就天然气原油 所以开始走这个贸易保护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重点 他说什么 要加速转向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 所以再生能源他就是个趋势 欧盟 能源转型 因为这个战争的事情之后 他发现他的天然气 被这个俄罗斯给掐住了脖子 所以就决定 能源转型 一定要做 所以他增加新的 异化天然气的设备 那异化天然气就是美国 所以代表说他可能会增加要跟美国 购买这个天然气 然后要加快什么 干净能源 所以商机是什么 绿色能源 所以你要知道商机在哪里 军工 对不对 绿色能源 所以我今天都跟你分享 这个 为什么4月前结束 就是那科技类股的公司去 做研究的 因为 乌克兰基辅已经快没有粮食 那很有可能就在这附近 集中火力 如果被攻下来了 那就进入下一步的和谈 对不对 那危机是什么 我刚刚也跟你讲了 哪些会产生危机 通膨会影响到什么 通膨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电子股 那商机我刚也跟你透露了 军工 军工 军工类股 还有什么 绿色能源是确定的 能源危机 这也很肯定 对吧 所以盘势到个股 这个待会我来跟你讲 那电子股不利 那钱会往哪里 还有金融股也是啊 那钱是不是会加速流往传产股 两个礼拜前告诉你的 那你到现在你可以看到 我跟你讲的这些 电子股色彩没那么重的股票 表现什么跟大盘完全不一样 好吗 所以盘势到个股 逻辑 很清楚 你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两个礼拜前 我跟你讲什么 2月26号 周六节目 我就告诉大家 第2季 通膨的关系 会影响电子股 最近通膨率不是慢慢上去吗 昨天周五公告的美国不是来到7.9 然后老师也跟你讲过 第一季是通膨的高峰吗 那第1季的财报会出现在哪里 会出现在5月中吗 没错吧 那不是就要告诉你 接下来一两个月 电子股可能就要休息整理了 那谁会有机会 所以我两个礼拜前都跟你讲 电子股你不要乱做 第2季之后了 敦泰法说会的董事长 吴政大表示 未来几个月 生产成本会继续的上升 第1季 法说也是这么讲 缺料 的事情 对不对 联发科老师有跟你讲 这不用再放重播了吧 你要看 你可以看一下我2月26号我节目怎么讲联发科了 2月26号下方都有留言你可以自己去看就在这一天 223啦更正一下223 1月中我也有讲 上来我建议你减码 我说联发科今年手机 会趋势 会趋势 那他的比重超过五成 我建议大家上海了解吗 因为我说联发科今年可能不太会涨 所以你有调整的来这波下跌你可以避开 这里很多人要带你去带 带你去做电子股 带你去买IC设计 如果龙头的联发科是这样的话 那你买IC设计会赚钱吗 想想看 风险一定比较大 少数像资源创为那是筹码嘎空 那就是目前正在走什么 就是我跟你讲的 龙卷强势回补 但是整体的IC设计都在往下 所以少数筹码个股 是这样子 这个是拓扑 产业研究的他告诉你今年的手机你看到这成长是很小的 年增率会明显的下滑 所以手机的部分他只会在某些新的应用 有这个机会 好不好那手机晶片占 过半占 占比过半的连8颗 那就一定稍微会受影响 所以电子股的跟大家讲你要等这些的反应 反应差不多了 尤其通膨的事情是正在 正在反应当中 来自康书他提到今年的订单没有问题 那缺料跟成本上扬 就是告诉你电子股会有这个问题 好不好两个礼拜前都跟你讲了 所以如果你有个股问题你可以加老师的line 小老鼠就全TEC扫描标签 然后也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之前送的那个圣诞节礼物也是一样 他的二月营收有掉也是因为缺料的关系 所以记不记得老师在周四跟你讲 很多人在周四那天会跟你讲那个 涨停板的股票 那你就把那些老师的名字记起来 对不对 很多都跟你讲这个涨停板的 涨停板就要来跟你讲股票 你看 老师跟大家讲这些股票他要整理 如果你看你这个地方去抢家经 还是跌回来 那这个圣诞节礼物老师讲他也是第3代半导体的 本益比12倍左右 股票单价不是很高股本也很小 所以这个我老师带会员买我们只有少量买一点点 我也跟观众朋友讲 这种股票你不要重压 跌下来你也不要去加码就好了 目前盆益比大概11倍12倍我觉得风险不大不要加码都可以的 那你有持股问题你就来找老师 小老鼠全TEC 或是来电26538299 好那下半段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商机在哪里 你看到这个机械业的龙头他也提到通膨跟缺料 就是目前一些相关电子股的影响 正在发生当中 那如果 拖越长 战争拖越长 对于这个 就是更不利 但是有些是有商机的 比如说工业4.0 跟现在全球要做这个 碳中和 现在各国都要做什么 贸易保护在自己国家要建供应链 要导入什么 智慧制造 然后疫情的关系现在也都慢慢走向 智慧制造机器人 所以机器人他就会是个商机 所以方向你要知道 你只要是买这些族群的股票 接下来还是会上去 所以你要留对股票 碳中和 这一个 做ESG调查的 邓白市大数据 台湾的这个ESG 就是这个 环境保护表现最差 整个台湾 整个台湾的企业 一是环境保护 所以商机就在碳中和 台湾就一定要做 台湾 一定要做的 为什么 经济部这边有提到 这个狗明星他讲到什么 台湾的一些企业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ESG 就是 绿色能源 碳中和 制造过程没有 碳排放 那目前台湾不是 台积电一直买这个绿电吗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个ESG 可能会被什么 苹果一些国际大企业 踢出供应链 会损失大笔的订单 所以 碳中和 绿色能源 就是一定要做的 那经过这个停电的事情呢 那经济部这边有提到 三月底 就会什么呀 有这个净零碳排的 规划 路径会出炉 然后他强调一件事情 他强调什么 核能不会在台湾 配电 占比的选项 他就是强调跟你讲 现在之前那个欧盟不是要投票说还是可以用核能跟天然气算是绿色能源吗 那台湾还是很坚持他就是不要发展核能 那就是告诉你就是 太阳能 一定是很有机会的 好不好 所以你要看懂 现在的趋势跟政府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商机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最近跟大家讲的 然后我们是怎么做的 对不对 3月4号我有带会员减码 因为那天有破 破那个趋势线 那我们是在当天有减码 但是投资票你可以看到 老师跟你讲的 我不会说言行不一 有人告诉你他1月份很想就就想要翻空了 但是到3月份一路带你做多 翻空之后还跟你讲我早在1月份想翻空了 所以心里想做空 然后带会员一直去买一直做多 跟观众也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你看老师前面跟你分析的 主谍内容是电子跟金融 船厂抗跌跟上涨完全命中老师对行情规划 没错吧 我怎么分析我都怎么做 我们也都是做这个 我们是做钢铁化工类股 对不对 那我说钢 电子股好的公司你可以保留 那看你怎么买 控管的买或者是不要急的加码 有赚钱可以适度放口袋 这3月4号的抠讯我已经讲很多天了 所以我们操作上是有做减码的 来你看这个 2月9号 老师是不是有做解码 我做解码我都是 直接跟你分享的 什么股票你去解码 当时老师讲2月9号这里弹上来 美股的要压力区 那我们判断台股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过年前你没有杀的 弹上来这里你可以开始找解码点 解码什么股票 季限以下的股票 我是不是说援金 对不对 然后我说安吉比较强 这里 季限以上你要留强势股 你可以卖掉援金转安吉 我当时是不是这么讲 你看我2月9号节目 很少有分析师会教你怎么做的 我其实节目就跟你分析方向就好 我还教你怎么做 没错吧 我对观众是非常有诚意的 我讲完之后我才卖 援金我请会员来隔天2月10号开开高就卖 没有卖到了有改价 然后我说钱可以换到安吉去吗 安吉来到月线这个地方 50块这边 我也有建议卖 好 所以这里会员有机会卖在50.5这个地方 顺德2月9号也有卖 聚合 64块钱的压力区 我也有建议有卖 你都可以看这些股票的价格 你去太弱留强 这个行情就有这个必要 没错吧 这里 64块钱没有站稳 你可以看我这边的节目 我说这里你不要杀 上来64块钱是关键地方 如果都站不稳 那你可以考虑 先减码 所以你减码掉落势的股票 没有错吧 一样化工类股 但是他有些就是弱势 不是说不好 是因为行情的关系 弱就会更弱 强的就会比较强 所以呢 卖掉之后 我还是有跟大家追踪这个 产业讯息 林德时代供应链这三支 聚合 美琪马 康普 我说这三档股票 你要做就做比较强的康普 他是已经突破这个下降压力的 对不对 那我说这两档股票会阻底 阻底就是会来这个地方 就上下摆动来回的意思 阻底要时间 没错吧 所以当时就跟你讲康普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段时间的行情 真的不太好 投资朋友 是不是做强势股 这个 这跟大盘是不是完全走的不一样 没错吧 是不是这里先突破了 然后我跟你讲 你要做就做强势股 这段时间你做这个 台股从18000 跌到这样跌1000多点 没错吧 那他这是有产业趋势的啊 这节目我有跟你讲的啊 我说因为 虐的关系嘛 大家虐的短缺 虐 大涨嘛 大家开始要发展 磷酸离铁嘛 这已经讲很久了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这族群我从去年10月份就一路 跟大家追踪到现在了 不会突然最近涨上来才跟你讲 已经追踪很久了 好不好 看对节目 投资朋友 就说 行情不好还是有赚头 你有没有看我 3月7号赢家大汉的节目 我说比较强的是康普 安吉 没错吧我讲当时讲 化工类跟太阳能吗 安吉是不是比较强 对不对 没错吧 那跟你去买那些 套老的电子股 差别很大吧 差别很大吧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看你要看什么节目 好不好 我们帮你抓的 方向逻辑 产业 你可以去验证 你看老师的节目 这些股票跟大盘表现完全不一样 而且我2月23号直播 一样跟你讲 电池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这两只 我说 元金这里有短度的机会 他有机会来挑战42块钱 我说安吉他接下来会更强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 安吉是不是更强 安吉已经创新高了 6443的元金 他是不是来挑战42块钱 41块7 那太阳人 我刚刚就已经跟你讲要发展的绿色能源 3月1号继续跟你讲 而且买卖操作我们有卖才有买 对不对 当时 2月9号说要卖来这里50块有先减码 减码之后拉回 48块半我有请会员买 涨上来51块2我们有减码 因为行情我们的定调就是要做一些区间 所以这里卖掉之后 投资朋友继续跟你讲 33大停电嘛 对不对这些太阳人订单都接到年底了 这个我在过年前就告诉你了 所以安吉我们只有卖一半来这里又拉上来 然后这里行情不好破线那天3月7号我有卖股票 我跟你讲 卖掉之后投资朋友我们又有买回来 所以是不是有卖才有钱买 普通会员买联合再生 当时卖了哪些股票我都跟你讲 来2月9号的同心店也有卖 281 对不对 卖掉之后继续跟你讲CRS我看好 然后呢 同心店2月25号279.5有买回来 这里节目有跟你讲 拉上来 突破下降压力线 行情不好你看行情好突破之后其实应该就上去了 结果战争的事情又再打回来嘛 所以292这个地方我有卖 是不是有买有卖 这里卖 3月4号礼拜五 这跌回来 都没有看话 就是现在的行情你要知道 行情 是长什么样子 那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要怎么买要怎么卖 你要有明确的 想法 今年的行情已经跟去年前年不一样 去年你可能 买了爆的都OK 现在要收QE的又要升息 又这些事情的干扰 股票他就会变得是 上下来回的折返跑 那你要会买要会卖 而且你要做到好股票 好股票是什么 假设你买错了 跌下来他后面还会上来让你解套 因为你要买到好公司 好吗 记忆体是节目有预告的 先跟你追踪这个报价 然后涨上来 报价继续涨的 涨上来之后 老师觉得可以做了 但是我是在 12月初就先跟你预告记忆体 可以开始注意 然后我们观察 慢慢符合了 然后我带会员买 节目当天跟你预告 我有买 一两股票 报价继续往上 南亚科2月16号我有做加码 过年前我们只有布局嘛 这里布局嘛 啊对了我会加码 对不对 上来2月18号我有卖 这里有卖 是不是下来 下来之后 七十几块钱我又有买 2月23号 3月4号 我说我有卖股票 来 82块1又有卖 是不是有卖 后来又下来 那记忆体本来就是很好的公司的 电子股里面少数我觉得真的有机会的 记忆体 iPhone14要 RAM要变8G 最新这个出来很夯的 S13 他也要把RAM变成是4G 都是翻倍的 所以记忆体今年基本上 不太会有问题 所以电子股我们还是有锁定范围的 好所以你要凭感觉去猜读读看 3月7号我告诉会员朋友 不要去乱买股票 当时为什么要卖股票 卖了哪些股票 像龙钢 对不对 信鸿科台积电概念股的 金像电 伺服器的 这都是我有预告的 有赚有赔 有赚有赔 但是 亏损我们都控制在很小的范围之内 细节你看我周六的节目 这是机器人的广名 卖掉之后投资朋友你就会有些选择 因为行情的关系 他将来怎么足底要怎么时间要买回再买回来 对不对 6667的信鸿科也是很 很机优的股票啊 你看他还在月季线这附近啊 我们买在86啊 你看行情指纹他也谈到87啊 所以你买好股票就有这个 好处嘛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告诉你我们的一些操作 而且我跟你讲的方向 跟我给会员的方向 不会说是一个多一个空 我说景气循环是向上 不要悲观 你手上要有些充裕的资金 来度过这个震荡的时候 条件出现在买对不对 3月8号告诉会员朋友不要贸然抢进股票 V型反转机会不高 你看你这里 开低走高拉上来你又想要买 最后又往下走 所以不要凭感觉去拆 跟着我们盘中有数据 知道今天卖压高不高 老师的经验告诉你可不可以买 你跟分析师不是要这样吗 该带你卖会带你买 该带你卖的时候会带你减码 可以买的时候我们买 所以你去比较一下 我讲的族群 我讲的股票 那我们实际的动作 如何 好不好 所以来到这画面 让老师休息喝个水 我们现在一个口令的动作 大家看个影片 照动作来做动作 使用手机观看的投资朋友 请给予自宁老师的节目 正向的回馈 现在我们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请先将手机打直 点选聊天室右上方的叉叉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 请点选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按下全部接收 忠实观众请帮我的节目按赞分享 自宁老师祝福你身体健康 股票大赚 好 我们现在下半段都尽快了 来投资朋友 你想参加分析师 我都强调 你看投顾分析师的节目 一定要看到扣讯 扣讯怎么分辨 我教你要有会员主别 哪一天买什么股票 什么价格 然后后面能不能给你对时间 发完讯息之后的时间 能不能成交 你看到现在很多的分析师节目 到现在都没有扣讯 都还是用话圈告诉你他在会员买这里 然后一个箭头花上去 赚多少钱 那要不然就是扣讯没有会员主别的 没有打日期的 手写的 我可以在汉磊涨停板的前一天我就随便 乱发一通 汉磊试价买进 然后我告诉你 掌停板是我的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们 都是先 预告 11月9号预告 然后拿出我告诉你我会员有买的证据 普通会员买的 180几 涨上来追踪的 说我有减码的 216-220减码 拿回211.5买回来 创新高继续追踪 对不对 目标价240 新会员买218 238.5靠近240 我先卖一半 卖一半之后 帮你追踪这个讯息 环球金并视创我觉得不乐观 会影响到母公司的中美金 所以我跟你预告我可能会卖掉 我隔天才卖 200次 观众朋友 这就是从低档给你预告 一路做 有价差 追踪到现在 然后我有卖 观众朋友 你有机会在240起 卖 因为最后还有来到242.5 好这个是让你完整 追踪的过程 然后告诉你不能买 因为筹码面有问题 产业当然很好 但是筹码面出现问题吗 你是老师带好朋友都知道 信用筹码面 自己去看我的赖主页 明年有的 惠特也是预告的 有做的抠讯 有卖的 继续追踪的 转强跟你讲 然后会员又买回来的 营收历史新高的 然后讲他的客户 负财 扩产的 然后 12月28号 我认为1月份行情不错 所以我讲 这是波段买点 76块7 追踪上来的 会员买78块1的证据 也给你看了 涨到九次头 对不对 一路追踪的 包括惠特 创新高的 1月12号卖掉的 很完整的过程 而且都是连续几个月 都是这些股票 都是这些范围 不会说像上礼拜这样 汉磊加金突然涨停板 然后又要从低档给你讲上去 投资品那些股票还没有成熟 我都不会跟你讲 我都跟你锁定我奖的范围 我告诉你第二季之后了 对不对 大陆三安抢单的事情 也发生了嘛 好 所以投资品如果你认同理念 你可以跟上老师的操作 资金充裕你就跟上老师 好吗 看节目不要跟单 我跟大家 节目所讲的 就是让你知道 我怎么带会员 我们怎么分析的 好不好 那看节目 投资品你要去猜去 去乱买 其实我也没办法阻拦你 但是我至少给你一个方向 老师会员很单纯 就这两组 普通跟特别 我抠讯控制无档 然后我们跟同业不一样 是我们有会员专区 我一个礼拜会入会员音 持股会做追踪 还有每个礼拜都会有这个投资名单 会员专区 同业你都找不到 老师一到礼拜天都在工作 我在服务会员 假日在帮会员选股 我今天开直播 对不对 我明天要入会员音音 帮会员选股 我一到礼拜天 都没有休息 这对工作要很大热情 才可以做得到的 好不好 所以你要选什么样的分析师 对不对 没错吧 10月10号 我们做的投资名单 行情不好 10月份在这里 行情一直稳就往上涨 为什么 因为是产业趋势 透过我们的系统 又去找到架构队的股票 比就会涨 2月8号跟你讲双红 1月23号的会员的这个投资名单 就有双红 202这里 是不是过年前就给了 2月8号跟你讲 后来在2月9号跟你讲 另外一档伺服器的是齐鸿 都有到我们设定的价格 后面的股票表现怎么样 包括告诉你这个大股本的 光宝科 华通 这个都有到我们设定的价格 2月13号给 2月14号情人节重挫 华通后来涨上去 这一天告诉你了 光宝科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走势 到现在台股 从1万8跌破 1万7 对不对 跌那么多 你看光宝科是逆势创新高的 这就是我们的选股 而且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投资名单里面 我们会设定好一个范围 2月5号我都跟你分享 给你方向 台积电 全球扩厂 今年的资本支出 设备方面是有这个机会 那设备你看嘛 你看你买对买错还是有差 没错吧 不然为什么买化工类的圣衣 就是我告诉你方向要往这个传产化工钢铁去做 所以圣衣这里 2月8号节目跟你预告的 你去想想看你是老师的会员 这些服务 你想做我们讲的股票 我们都有设定价格 今天也跟你分享上个礼拜的投资名单 你看到光宝科嘛 这一份是我们的强势股票的名单 几档股票而已 8档 圣衣光宝科 祥明 圣衣我们设定188块以下可以买 来这里最低来到185 没错吧 这个都是有交代 你可以怎么买 设停损 这个股票股性大概怎么样 光宝科 对不对 也是到我们设定的价格啊 懂得没有 68块以下 详明 设定的价格 怎么操作 这股票股本小 我说80到93的区间操作 93块钱 最高是不是有来到93 没有错吧 一档股票的股性跟价格 设定给你 一定可以帮助到你啊 钢铁股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每周都会准备钢铁股名单 我说钢铁股 你不要乱买啊 我就设定一张 符合架构的钢铁股 2006东河钢铁 设定69块7 这股票以前我们就设定价格了 设定很久了 这边都有到价格 最近这一周 我说多少 69块7 来你看 最低来到多少 68块钱附近 可不可以买到这股票 可不可以买到对的钢铁股 然后东钢已经创新高了 所以观众朋友 你就想想看 你要跟什么样的分析师 帮你设定好范围 帮你选到架构对的股票 对不对 然后又给你价位 教你怎么去设停损 抠讯我带五档 我没办法每档都买 但是我们投资名单选出来的股票如何 大家有目共睹 你已经看好几张了 没错吧 这钢铁股 我说我每周都会准备一张 你可以去验证 这个可不可以帮助到你 好 所以观众朋友 我的想法没有变 既然电子股跟金融股是这个逻辑 那你就要把握第二季 电子股你可能会苦一阵子 行情因为电子股跟金融的关系 指数你也不要期待它会大涨 好 那你就要选对族群 所以老师跟大家讲 我们钢铁看好主身段看法没有变 这个专案公司什么时候停我不知道 你有兴趣的上礼拜我就跟大家讲 互惠两相好 你可以二选一 你要好会期还是好价格 传产股 我们的选股 你已经看到了 那这里该分享我也都跟你分享 你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把股票去做个适度的调整跟处理 那后面如果战争怎么走向 一定有它的剧本 我们怎么做 我也希望你可以第一时间跟上我们的操作 再来我也跟大家讲一些商机 我们长期跟大家讲了像电力发方面的事情 对不对 绿色能源我也讲了 3月3号因为这个大停电的事情 那衍生了什么样的话题 上礼拜六 老师的节目你自己去听 我下方都有留言 我周四也重播过 我跟大家讲 我有观察到三档电网相关的股票 我今天也不要重播了 对不对 总统说要发展这个分散式电网 我跟你讲电网 对不对 我说台湾的电力有哪三个缺点 上周六节目你自己去看 因为我们的电网都是全部相连的 只要一个地方坏掉 就影响到全球的供电 这个星达电厂几次停电都是因为它 这就是台湾电力的一个缺点 那现在政府说要去改善这个缺点 就要发展这个电网 台湾的发电结构 我已经跟去年底就跟你分析过 这个结构了 那我就告诉你 绿能现在已经都很明确跟你讲 就是不要核能了 发生这个状况 他还是告诉你不要核能 那是不是这个比重要往上拉高 再生能源 所以太阳人它一定是个趋势 这不可否认 然后呢 电网的事情 经济部已经争取了千亿的预算 要改善这个电网 台电要赤之千亿 推动电网的改革 所以我周四节目跟你预告这个 电网三节 我说我找到三档股票嘛 对不对 这三档股票会员也不用挤 我们周五有些买一档 另外两档 我明天的会员会跟会员没有讲 你就自己评估你要怎么做 股票单价不是很高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题材下去 而且我也要告诉你 这些股票都不是电子股 我们买的也不是电子股 就是传展方面的 好所以呢 小资救星 这个话题你自己去评估一下 政策要做的就确定一定有数字 那金融市场只要没有问题 这个一定会涨 周五也是大涨 我们开盘就买了 好不好 所以我有预告 周五开盘9点18分 我就请我们AI讯息的会员去买 普通跟特别我们控制定档数 那普通跟特别加买AI讯息 通常都是资金比较大一点 比较宽裕的 那这个行情如果要增加持股档数 我认为我就会 请AI的部分去买 这档股票 买完之后 跟盘四周五大跌没有关系 这样往上拉 好不好 我先跟你预告 投资朋友有兴趣的 现在周五美股跟台股是跌的 礼拜一或许它也不一定会跌 那有跌或许也是个好机会 因为这位置都在低档刚转强 这个电网的事情一发生之后 股票都连续出量 代表了有些人已经也是知道 这是个题材要做 好不好 那你看老师有没有这个sense 有没有这个sense 什么sense 上周六就可以先跟你讲 我们一看到 老师就可以马上反射动作 去联想到 这可以做 这是个商机 然后马上观察看到三档股票 然后我节目先跟你预告 我对观众其实也蛮好的 我讲电网 这范围其实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但你自己要乱买 我也不知道你买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就跟你预告了 我有做了 好不好 这是周五给会的抠讯 我提到电子金融是不是偏弱 所以量会说 是不是完全命中老师讲的资金会流向传产 化工 还有我们出手的电网也是跟传产相关的 完全力的大盘走 好不好 投资朋友 你就自己去看一下行情大跌 大跌 4739 你去看一下我最近跟你讲的股票了 好不好 4739 4739是长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1773 是长这个样子了 6477的安吉是长这个样子了 我刚给你看了东刚的 长这个样子啊 大盘是这样子往下跌的 周五还是大跌的 是不是传产股 钢铁化工啊 没有错啊 太阳人啊 政策股啊 所以投资票你就去验证一下我们的选股 好不好 那人员政策因为停电之后来 这个网路的讨论声量突然这样 咻 冲上去 没错吧 这是大家关注的议题 好不好 那我们已经是有这个 逻辑反应 马上去想到电网 找出三个我觉得不错的股票 那我是先买一档而已 我也不一定三档都要买 因为有些股票量真的不是很多 那我会告诉会员朋友 那会员朋友自己钱比较多的 他想要买一些些 那就告诉会员嘛 对不对 那我call讯带我会带稍微有价有量一点的 对不对 你可以去看一下周五逆市涨的股票涨什么了 有没有我节目讲的啊 这个龙头的2308的台达电啊 对不对 这里跟你讲过台达电涨这一波吗 下来我有跟你讲这个缺口没有补之前 他会走足底吗 这里破我也有跟你讲 这种是很好的股票 公司没有欠钱的 对不对 那他现在上来越气线 他也是除能电源方面的股票啊 这股本很大啊 忠实观众可以去见证啊 那他就是要煮底嘛 煮多久我怎么知道 但是是不是好公司 我送了圣诞节礼物 那也是很好的公司啊 投资朋友 所以你只要知道你怎么控管 你怎么操作 你不要学那个散户不好的习惯 那叠了要一直摊品 一直加码 一直摊品加码 这操作观念要对 好不好 股票要满 你可以布局就布局 对了再加码 不对都不要去乱加码 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好不好 尤其在接下来这行情 好吗 投资朋友 所以我跟你分享的这个 战争这个事情 有没有 能源 准不准 钢铁 对不对 电池 电网 我都是告诉你重点哦 我不是美极东扯西扯 最后涨的都算我的 没有哦 我都跟你讲范围哦 电子股为什么不利 金融股怎么样 啊 钱是不是会往传产去 好不好 台股重挫的时候 为什么钢铁逆四番 往上涨 上礼拜 这都是我讲过的内容 来升息 大家怕升息 升息循环 刚好涨基础设施的股票 基础设施就是以钢铁为主啊 那为什么要做化工 我讲好几个月了 外销订单 化学品 金属类 就是年征前面的 有接单就有营收 数字没问题 过年前跟你讲这个 科技类股 殖利率往上走 科技类股的钱测出 过年后比就会涨什么 我说金融 钢铁 化工 金融股过年后 有没有涨 有 后来因为俄罗斯 被踢出那个SWIT之后 我就跟你讲 金融股可能要休息了 那是不是钱会更往 这两个去集中 你也看到了 这就是逻辑 对不对 美债殖利率 很多人用美债殖利率 跟你讲 行情 现在要做电子股 因为美债殖利率会往下 那为什么周五 美债殖利率往上 又回到2%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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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朋友 那美债殖利率上 那现在电子股还能做吗 有人不是说美债殖利率上去 电子股会跌 有人说这个战争之后 之前说这个 占领 俄罗斯占领 那个克里米亚的时候 美债殖利率往下跌 所以电子股会这样子 那投资朋友 那当时 那时候 美国还没升息 当时美债殖利率的环境 不能够这样比较 不能直接拿当时的战争 然后就对比美债殖利率 跟你讲 美债殖利率会往下 当时 美国还没升息 现在美国要升息 那美国升息 债券殖利率 跟升息利率 是反向关系 那就告诉你 升息债券会跌 跌殖利率会往上 值率会往上 不是不利电子股 投资朋友 你有懂老师的逻辑 那谁的逻辑 比较清楚 好不好 人家说殖利率涨 然后股市就要跌 投资朋友 不进 我说这个都只是短期影响因素 那我是要告诉你 有些人的说法 是很有问题的 你去比较一下 升息之后 在电子股率不是涨一波吗 这里啊 美国升息之后涨一波啊 那现在美国的 不是要升息吗 又有通膨 通膨不是不利电子吗 如果升息 在电子股率会再慢慢上去的话 那不是不利电子吗 那钱不是会往传产吗 好不好 这是总经的东西 或许你不是很明白 但是会员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回答 我就是告诉大家 谁的逻辑最清楚 好不好 所以在电子股率是这样 那我今天用在电子股率跟你讲啊 那是不是就更有利 传长股 投资票 这都是我告诉你 第二季 你要重点要做传产股 接下来升息之后 可能还是涨传产股 那传产股的钢铁股 你可以看我跟你分析的 我不是只有 很单纯跟你讲技术面 供给需求 我都有跟你分析啊 全球要推基础建设嘛 对不对 基础建设 对岸发债 要推基础建设 欧盟的基础建设 我就时间加速了 加快速度跟你讲 第二季钢铁忘记 回补库存跟去年年初 龙颈不相上下 来去年涨这一波 中刚讲的 这我过年前就告诉你了 2月5号日期在这里 我跟你分析对岸的 碳中和限制产能 然后开始要补库存 这是2月5号 库存在低档 我说今年你要重视什么 库存 这两个字 后来不是补库存了吗 然后世界钢铁学会说 今年会再成长 今年去年这么好 数字这么好 还会再成长的不多 对岸限制产能 那需求是什么 基础建设 这么多国家要做 才刚拨款 才正要做 乌二又打上 又缺钢铁 那不是行情吗 投资朋友 债券资金率 我也跟你分析了 如果资金排挤 电子金融的资金排挤 会到船厂 你要不要看现在抢了 就真的是船厂啊 对不对 散装啊 散装不是跟债运铁矿石的吗 这个 跟你讲钢铁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 你如果要做航运股 我就说就是散装 会比货柜强 你也是验证啊 投资朋友 所以谁的逻辑 对 对外要减这个出钢 碳中和 对不对 亚洲的钢厂 要减少高炉 空气污染 啊不是供给继续减少吗 啊需求在哪里 需求是基础建设啊 所以我周四就跟大家讲 很多人说这个怎么 战争结束了 所以原物料 那都把钢铁说原物料 战争要结束了 所以你不要做原物料 那要不然就说 啊现在战争在持续 你要短线就去当冲原物料 都是这种 很短视尽力的说法 我跟你讲 钢铁股 不是因为战争来跟你讲的 我讲很久 就是跟你强调 供给需求 供给需求 什么是供给 什么是需求 讲这么多了 那你还会因为一个战争 说啊战争要结束了 所以原物料 钢铁那些 就是不行了 很多人因为这样受影响 那时间你就慢慢看下去 如果资金排挤 如果电子金档稍微休息 那你看后面 就都是涨这个 啊我叫你把电子股 不太对的换到这边来 你就慢慢看下去 对不对 这一路跟你讲的过程 然后我有买 我有加码 我有卖 有加码的 所以逻辑要对 你要坚持股票 去年钢铁补跌那一波 对不对 我被骂得很惨 那一波 对不对 我都跟他讲 这股票我为什么坚持 从头到尾 我都告诉你 供给需求 供给需求 都没有变 所以你坚持 要坚持有底气的东西 好吗 原本的库存就不够了 又战争打下去 就更缺了 对不对 俄罗斯跟乌克兰 产钢的量 是世界上里面 你看这个少了一万吨 台湾的四倍到五倍的量 俄罗斯被限制出口了 乌克兰对不对 自己要重建 那少了钢铁 这些的供给 需求基础建设又要做 所以投资朋友 那这个就是告诉你 就是慢慢会发酵 然后逆价的事情涨不锈钢了 这都前面讲过 我说你台湾的钢铁 很多股票都很小资 对不对 你要做 要做外交比东高的 我说比如说叶辉 对不对 叶辉 这一根下来 就是很多人说 战胜要结束了 所以原物料不行了 破季线 破月线了 投资朋友 记不记得老师讲的破底翻啊 破底翻 那是破底翻翻上来过景线就确认了 这一次都过了啊 对不对 2034都过了啊 是不是破底翻 这都过了啊 啊这一根 这大家都觉得什么战争结束了 这里为什么会这样大震荡 那就是很多的人在那时候看报纸 觉得战争要去买钢铁 去冲钢铁 那就是被修理啊 所以我说钢铁股 你不要把它当电子股再做 看抢才要追高 不会赚到钢铁的钱 我跟你讲 它是慢慢来的 你该跟我买的地方就买了嘛 上来我们根本都没有去追钢铁股 好不好 这都是我告诉你的 那最近 不锈钢比较震荡 原因是因为涅价狂飙 不管是对岸的青山控股 台湾的大成钢都有去空涅 他要去锁那个价格 结果喷出去之后 大成钢你看 部位亏损快三亿元 股价稍微反映着利口 但是他们是已经有 捏了 他们是有这个现货可以去抵的 他只是要去锁那个价格而已 所以刚才讲 这短期影响 需求是没有变 不锈钢暂缓报价 日本钢铁要涨价 然后接下来跟你讲 宝钢已经 要调高价格了 所以四月份的这个中钢 最近应该要开盘价了 内销的盘价应该也是会涨盘价 这涨价循环了 好不好 电费的关系 欧洲业者被迫减产 就是供给方面 所以这都是继续有利的 然后台湾 这个营建业329档期 对不对 这次推案的量很大 营建业大推量 那不是就是要 就是我过年前讲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很多营建建案都是停摆的 现在就开始要建了 那是不是要钢筋 风光 风心的钢筋 下周要涨盘价 还有什么商机 你看这乌克兰战争 新链计划 低轨卫星 随后都没有 这是商机 这都是我跟你讲的商机 低轨卫星 2月5号就跟你讲了 碳中和基础建设钢铁 这都是跟你讲 2月5号就已经看出方向 跟你讲重点 我的节目就已经跟你讲重点了 好不好 所以这个专案 投资本好好做把握 我今天时间真的讲比较久 你要好汇齐还是好价格 你有一些不太多的电子股的 你想跟着我们买能源 跟着我们买电网 钢铁 还是化工类 方向我都跟你讲 看你怎么做 互惠两相好 好汇齐好价格 你好好做把握 公司继续在推 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 钢铁股你想做的 未来每一周 我们都有准备钢铁股投资名单 你刚刚也看到了 东钢这些你都看到了 好不好 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做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钢铁股 你有些不太对 你想换股 钢铁股我都有设定好 可以做的 价格我都有设定 你想换 你就照着这些价格有到 你想换都可以换 好不好 这专案你好好做把握 好时间已经到了 来 有兴趣的 你就在影片下方点标题 填表 资料填写正确 那我们会尽快跟你做联络 那你记得填表 手机要保持畅通 来电使用也可以 小老随权提起扫描标签 下面 这里 影片下面都可以填表 点标题填表 或者是来电 26538299 26538299 好时间上的关系 然后我们今天直播 就先进到这里 好不好 谢谢各位 那我们在下星期二的直播再见面 礼拜一是没有直播的 那礼拜一晚上 五点半 在金融库频道的赢家大亨 你可以锁定老师 每周一 晚上 五点半 有这个 录影播出的节目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老师的看法跟 议题方向 好不好 那星期二在这个频道 晚上八点半 将来我们都八点半 尽量提早 做直播 好不好 大家就尽量固定这个时间 所以投资表 一定要锁定老师的节目 好不好 谢谢各位 希望今天的节目 对你有帮助 然后呢 记得帮我按赞分享 OK 那周末愉快 祝福你 周末愉快 下周赚大钱 好不好 那音乐结束之后我们再跟线上投资票打招呼喽 好吧我们下星期二见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